谁认真 谁就受伤 爱情游戏 就是这样 谁人能说谎 谁就轻松 用情 俘获对方 我以为 我能隐藏 掌控尺度 很漂亮 当我舍不得 不再看你 茫然 心已走向 我爱你 我知道不能假装 越假装 越为你而疯狂 越疯狂 越爱你 爱的彷徨 尝尝 热泪盈眶 我爱你 我知道不能假装 越假装 越痛的不一般 不一般 虽然有轻松的模样 爱你 无法遗忘 我爱你 无法遗忘 我爱你 无法遗忘 我爱你 无法遗忘 但是 录完影之后就没有人再来了 真的吗 小岁啊 现在我也有我的梦想了 我的梦想就是为前小岁同学过生日 希望这个生日 他以后都会寄出 这是我为你准备的生日蛋糕 这么大蛋糕 两人吃不完了 我希望我们可以快点找到妈妈 谢谢你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 我居然可以在这儿过生日 你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过来 你坐在你偶像的位子上 干吗 我们假装录影啊 你别动那机器弄坏怎么办啊 没事 那你对着镜头随便说 就想象自己是一个大戏里面的女主角 我又不是演员 我又不会说 你别太火了 随便说说嘛 说说你的从前 说说你的感受 说说你的梦想 那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你要听吗 你要听吗 好啊 从前有个小男孩 儿童节目 不要打断我 这个小男孩 在一个很冷很冷的夜里 在路上走着 突然间 他听到了一阵婴儿的哭声 于是他却停了响 在路边的树丛里 发现了一个快要冻僵的婴儿 那个时候 这小男孩才十来岁 家里所有的人 都反对他收留这个女婴 可是又熬不过他 所以 这个小男孩从此以后 就多了一个妹妹 尽管日子过得很苦 很穷 可哥哥 一直精心照顾着妹妹 并且隐瞒着事实的真相 其实妹妹早就知道了 但是他没有告诉哥哥 因为 他理解哥哥 他知道哥哥 希望他一辈子 一辈子都生活在 这个美丽的谎言里 让他一辈子都认为 没有被亲人抛弃吧 一辈子 都一直拥有一个 属于自己的家 属于自己的家 我真没想到 你哥是这样的人 你被他的表面现象给骗了 我哥是这个天底下 心肠最软 最善良的人 白玥 你是我认识的人当中 能力最强的人 你一定要帮我哥哥把超市做好 好吗 谢谢 喂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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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太谢谢您了 是吗 我明明 我明白 萌萌的家找到了 找到了 对啊 但是萌萌的妈妈因为找孩子把腿摔断了 我得陪他回家 好 我陪你去 白总 这份并购案有问题 这家公司根本不值得我们去并购 我要向老夫人汇报 向董事会汇报 谢副总 让你坐在这个位置上 就是给我拆台的吗 白总 这个案子的确是有问题的 这人哪 是要知恩图报的 不然的话 他路走不长 下次发现什么 我也想 我妈妈能在什么地方等着我回去 只可惜 我连我妈妈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小岁 跟什么呀 没什么 嫂子 这份病故案 我真的不太了解 好的 好的 我一定去查一查 你放心 没事吧 爸 谢子天这个白眼狼 我对他付出这么多 可就是收不回他的心 你不忍 也别怪我不义了 还没下班 你不也是 是 子天 我爸对于华欣病故案的事情很生气 你要小心一点 如果他要整你的话 什么招都使得出来的 我既然敢当面质问他 就做了最坏的打算 是向天让你这么做的吗 不是 跟向天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我自己要这么做的 子天 你不要再护着他了好不好 要不 你去跟他收一收 让向天放弃这个计划吧 他在那么远的地方 根本就不知道 现在这边的情况 到底有多复杂 更何况 这里只是你一个人在撑着 这和向天没什么关系 在你心里 是不是一直把我当成向天的替身啊 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弟弟我告诉你 现在我是公司的副总 我有自己的头脑和自己的判断 你冲我凶什么呀 对不起 我最近压力太大 好 夫人 如果不是紧急的事 我也不敢深夜来打扰你 什么事啊 说吧 老邪 安丽 嗯 夫人 谢子天最近没有跟董事会打任何招呼 就采取了一些重大紧缩 他开除了一些元老级的重能干部 还赶走了一些长期合作的运营商啊 对了 您看看这些信都是匿名给我们的 有人怀疑谢子天在加工紧缩 这孩子毕竟太年轻气盛了 最近公司的经营非常不好 我还听说他到处讲 他是文向天的替身 谁也不敢动他 谁给的他这个权利 送你一份迟到的礼物 马上到办公室来 来 干嘛还神神秘秘的 有什么礼物昨天怎么不给我 你不是想看到你妈妈的样子吗 我用软件把你的照片变了 我想每个女儿都会跟妈妈有点相似 我想你妈妈 应该是这个模样的 这就是我妈妈吗 谢谢你 阿语 这是我收到过的 最好的生日礼物 你完全辜负了我对你的信任 这些你怎么解释 老谢 你也有责任 这些年你是怎么教育孩子的 向天搞离家出走这些荒唐事 也是他在打掩护嘛 夫人 您千万别生气 您说得对多怪我 是我没有教育好孩子 从今天起 免除你副总的职务 伯母 自听其实也很没难的 有你掺好的分吗 伯母 向天的性格我自认为是很了解的 当初向天决定要逃婚 您认为子天可以左右得了他的想法吗 如果可以的话 我相信你也不会这么放心子天了 对啊 你给我闭嘴 出去 你让他把话说完 伯母 这些天在公司我一直跟着子天工作 他不说鞠躬尽瘁 可是对文士也是用了全力的 他看到了一些弊端 想要大刀阔斧地去解决 当然会得罪一些人 好了好了 出去出去 出去 走 你疯了你 你知道你替谁说话吗 爸 你为什么要害子天呀 你也太狠了把他往死里找 你小点小 你是不是吃把面子 学会偏向别人 真是白痒呢你 你不觉得这么多太卑鄙了一点吗 谢谢你 谢谢你 谢什么 谢谢你在我最孤立无援的时候 站在了我这边 你别误会 我这么做不是因为你是我男朋友 而是因为我知道你是对的 而我爸是错的 你别再跟我爸爸斗了好不好 你也看到了他什么招都使得出来 如果你不屈服他只能被逼得离开 而我在你们之间有多难受你知不知道 弟弟 坚持一阵 为了我再坚持一阵 今天你也看到了 老夫人只是骂了我一通最后这事不了了之 为什么 老夫人在保我 我不会退缩的 最后的结果我也不会离开 那我就要看到我爸爸的失败 对吗 你刚才说过了 他的确是做错了 他这么一位下去的话 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失败 可他毕竟是我爸爸 看到你受伤跟看到他受伤 对我来说是一样的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这就是商场 商场上没有双赢只有胜负 假如真有那么一天你会怎么办 你会和我成为敌人吗 不知道 我不知道 即使真的有那么一天 我仍旧希望你能陪在我的身边 就像那天一样 好 老谢 我对子天是不是有点太粗暴了 不 应该的 你从小看着他长大 别说骂他两句 就是打他两巴掌也是应该的 之前 向天让我和子天配合着他演戏 我是担心他这戏是越演越真啊 太累了 这心情不好 别怪我啊 不会的 你说我要带着向天去欧洲休息休息 他能跟我去吗 夫人 您是想变着法的 让向天离开那个潮市 是啊 比起让他回来 我更担心他让那个女孩子 迷入了心冲昏了头啊 自天啊 别怪我妈 她也很难 明白 这就是我为什么 一直不让你坐这个位子的原因 等于把你从暗处推到明处 风口浪尖 明白吗 现在我也下不来了 向天 我还想跟你聊聊那投行的事 我不是说过了吗 以后这事跟我妈商量就行了 你办事我放心 再帮我办件事吧 说 替我找找小岁的父母 小岁的父母 嗯 如果不是小岁过生日 我还真不知道 她过去的身世了 我还真不知道她过去的身世了 黎先生 你怎么鬼鬼祟祟在这儿看着 你要不进去坐会儿 不了不了 我从这儿经过 你好像总是从这儿经过 对了 听说 你刚刚过生日了 你怎么知道 我还知道 其实前大年不是你的亲生哥哥 你挺想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 你知道 我们文家要想查这些事情 挺适合的 你 你为什么要查我 对了 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我答应你 一定会帮你找到你的亲生父母 让你们重逢的 文先生 拿着吧 就当是 我们之间的一个约定好不好 你答应我 一定要保密 跟谁都别说 我也答应你 一定帮你找到你的亲生父母 就这么说定了 我走了 拜拜 等一下 干吗 不把我当朋友 我 不是说想把这个还给您 我想问 可不可以当作 是您捐给福利院的 我知道您有钱 您很有钱 现在 我正打算从外面找老师 给孩子们上课 正好缺课文费 所以 好了 我知道了 东西已经送给你了 你有权利支配的 谢谢 谢谢 我爹还这么谢谢你 太好 那我走了 拜拜 白小姐 我有一重要的情况向您汇报 谢总 送小岁一条珍珠项链 这珍珠跟我眼睛一边大 不过这小岁没要 没要 他呀说 你谢总的名义捐给福利院了 捐了 不是 我这还奇怪呢 他怎么管谢总 叫文先生呢 不该管的事情 你不要多管闲事 一会儿 我往你的开盖打开钱 就是回来经费 你再辛苦几天 哎哎哎不 钱我无所谓啊 白小姐 您什么时候有时间 咱们一起共度晚餐 没空 小岁 这得值不少钱的吧 文向天送的 这有钱人劲儿不一样 你出手还就这么大方 哎小岁 我们以后多交一些有钱人 这样经费就不愁了呀 做你的 打开看看 我觉得水晶很适合你 所以就擅作主张买了它 喜欢吗 那么忙 还有时间去逛街啊 腿在自己身上长着想逛就逛了 谢谢 不过我喜欢珍珠项脸 别逗了 你从来就不带珍珠饰品的 戴上我看看 来 真漂亮 下次去看项天的时候也带上我吧 好 阿玉 阿玉那大潮内部 别说了 姑奶奶你别说了 你干吗 干吗你 他 他进了一批处理货还不让说 但是哪不能骗你啊 你怎么知道那处理的呢 那便宜就是处理的呀 你别说了便宜没好货 到底怎么回事 这上货嘛 那就得上点五美价廉的嘛 那老山那些贵的 到时候也卖不着去呀 忽悠奇我来了是吧 老山是吧 是老板 老板说以后上货都得瞒着阿玉 我哥怎么这样 阿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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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那批货是怎么回事 干吗干吗干吗 等等等等等等 都别进来啊 都别进来听到没有 都在外面 哥 在外面 哥 你把门打开 哥 开门啊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 这样的处理货也许让你暂时能赚点钱 可是会毁了我们公司的形象 你现在以为你是谁呀 我是年年岁岁集团 年年岁岁超市公司 清水镇分公司 市场营运部技术科 第二小组 业务小主管 废得真好 我都差点记不起来了 我告诉你 但你不要忘记 这个头衔还是我帮你封的 你看 你上任之后几天外面搞成什么样子 当然面貌异心了 面貌异心 我看你是面貌异心 你不要以为换了块桌布就可以当领导 我告诉你 我就是受不了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 自恋狂的这种做法 我现在撤你的职 凭什么 凭什么 凭我是你老板 你再说一次 你再跟我说一次 我告诉你 从现在开始 我免你的职 很抱歉 这里妙小容不下你这个大哥 所以请你给我滚 哥 走就走 前那年我再重复一遍 你做不成大事 你 老夫人身体不太好 她让我跟你捎个话 说如果你心里还有她这个妈 就陪她一块出国调养 我回去 阿玉 阿玉 你别生气了 我哥她反悔了 她 她让我替她向你道歉 她没有 你不会说好 阿玉 你不要再生气了 你就帮帮她 帮帮这个超市好不好 你不会 想要赌气离开吧 小岁 小岁 对不起 这样走啊 你这人现在怎么跟女人还小啊 小岁 我知道你不会在这个地方待了很久 我知道你的记忆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我也知道你跟我们不是一样的人 可我一直在骗自己 骗自己 说你还没好 说你现在什么都不记得 原来你早就不是了 她就认定我这一辈子干不了什么大事 好了不伤心了啊 宝宝 其实你这辈子一事无成 什么大事都干不成 我这样喜欢宝宝的啊 真的 怎么连你都这么想 不是啦 是吧 谁呀 我开门了 开门了 别哭了啊老公 别哭了 谁呀 阿玉啊 我想找老板 别哭了 你刚说什么来着 我说 我得走了 你真小心眼 你计较什么 我没有 我家里有事 我告诉你阿玉 其实发生什么事情 我前大年看得一清二楚 谁偷懒谁做事情 我都看得非常非常清楚 那这有一句话 我真的要告诉你 就是你来我们这个店之后呢 确实确实做得还不错 还不错 但是有个事情我要警告你 你不能夺我的权 我明白 明白就好 你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吗 我是做牛做马这样一路怎么过来的 基本上我这一辈子 都是帮别人活的 我明白 其实我也是为别人活的 你知道吗 我从生下来 我的命就不是我的 我得继承 我爸爸留给我的集团 小时候 他比我学经济 学管理 我一次都没有试过 跟那些小朋友 一起玩 没有 真可怜 没事你爸管你那么多干嘛 是不是 家里那么多钱 有什么用 你说 我再可怜 也没有你可怜 你说 你为了小孙 又要当哥 又要当妈 你才不容易呢 终于说到重点了 我差一点就没去要饭 我告诉你 其实 但是 我 我告诉他说是我 反正 反正你也不会懂得我告诉你 你家里那么多人 你可以始来始去 你在 你在蜜罐子里面长大 你怎么可能撤我的男主 快 你总算是醒了 我这是 你在这都睡一宿了 那个人呢 那个人比你早醒半小时走了呀 好 谢谢啊 我得继承我爸爸的企业 从小 我就要学经济 学管理 阿玉 你怎么办到了 你这个副经理还真有派头啊 难开这么久才来 阿玉 你真上官了 阿玉 恭喜你啊 恭喜你啊 阿玉 真棒 小疼了没有 恭喜完了没有 开工吧大伙 开工了 阿玉 妹啊 外面太阳挺大的 晒黑了不好看 逼个数吧 逼个数 我昨天 喝多了之后 没有跟你说太多什么东西吧 那就好 就算有 你也给我憋着 不准说出来知道吗 那快把衣服换上吧 干活了啊 一二三 父亲你好 阿玉 阿玉 你这回真生啊 你跟我说 你是不是涨工资了 涨多少 收拾 收拾 涨多少 阿玉 阿玉 是不是说 以后我们就不归老板管了 就归你管了 阿玉 俺没看错你 好了好了别闹了 干活吧 恭喜你啊 哇 向天是真心喜欢那个女孩 还是这也只是她剧本中的一场戏 好 向天你还不了解吗 有那么多女孩子追她 她怎么会看上这个山野村姑呢 那你呢 你对自己就这么没有信心吗 我发现我越来越不了解你跟向天了 你们俩演戏演得太真实了 可是一到后台 我简直没有办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还记得我十六岁生日那天吗 你跟向天来看我 你问我是不是哭了 前一天晚上 我第一次看到爸爸发那么大痛 因为文伯果不信任他 有你这么做吗 你说你这事误会我呢 我不是那意思 我什么时候误会你了 你根本就对不起我 我告诉你 爸爸发誓 有一天要让文家后悔 那个时候 文伯果已经被查出得了绝症 而在此之前 我记忆里我们几家是那么的和睦 文伯果跟爸爸兄弟相称 他还认我做该女儿 可是那一晚 那一晚 竟然让我发现了隐藏在背后的东西 我很害怕 从那一天起 我就决定 我一定不要参与到这些斗争里面 我要我自己的生活 可我还是被卷进来了 可我还是被卷进来了 被我爸 被向天 被你 你 子天 我不要再被你骗了 你让我看到真实的你好不好 好 好 你是不是喜欢上前小岁了 没有 好 好 我相信你 这是我最后一次为你这样的问题了 你要记住你的回答 我来啦 吃冰棍喽 好 冰棍 出发了出发了 快快快快 小孙 我想跟你商量件事 你哥把超市交给我 我觉得他们超市 在管理上有很多问题 我想帮你哥 搞好制度 定好规矩 这样才能走上正轨 谢谢你啊 玉 听我说完 等上了正轨之后呢 我想 不要走好不好 小孙 你这样我开不了车 我去看你 看你 嗯 谢副总 有什么事吗 白总 跟分公司的网络会议这么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不通知我 通知没发在你办公室啊 没有 我刚询问过秘书 他没有接到任何通知 不会吧 回头我问吧 可能是个失误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上一次公司的中层干务管理会 我也没有接到通知 难道说这都是失误吗 你这话里有话呀 白总 我只是想让您不要忽视我的存在 谢主天 不要以为有文家撑腰 您就可以为所欲为 还教训起我来了 我告诉你 你还嫩点 回 我滚出去 我滚出来 小参 小参 你没事吧 小参 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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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岁 你最近都犯了好几次了 要不我跟你哥哥说说 咱们去医院看看 别 千万别跟他说 别跟他讲 小岁 你是不是跟阿姨生气了 别瞎想了 我休息过就好了 你没见到 回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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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